火力四射的小鲜肉谁不爱 从网剧起步成长成为唱跳巨佳的新生大优质偶像歌手 粉剑宇以他出众的外表努力的性格被大众粉丝们喜爱 昨天粉剑宇写首张EP在上海举办签设会 虽然当天天宫不作美 却依然挡不住粉丝们热情的脚步 足见气如今火爆的人气 现场大宇也是大秀清明本色 和粉丝互动平平福利多多 近些暖暖分范 难怪粉丝们即使是穿着羽衣也要看爱豆 高人气真的是根本停不下来呢 不仅粉丝极龙异常 对于粉剑宇来说此次牵授也是意义非凡 第一次出一批 然后想做一张比较积极励志向上的 想给人一种正能量的 所以说起名叫做了红 就是红代表在中国代表比较喜性吉祥 就希望能把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存递给大家 给我一次机会红了全世界 大宇这么耿直的心愿真的是十分接地气的爱豆 才能说出来的话呢 当然这跟心愿是世界和平一样 小红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粉剑宇在录制EP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我觉得第一次拍MV还是挺难的 因为要边唱边跳 当时在现场也要唱出来的嘛 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种边跳边唱的曲风 然后再就是有好多好多镜头感吧 比如说也有尝试自己尝试 没有试过的元素 就红的那个MV里有一个红色的眼线 是从这里画到这里的 那个其实很好看的 当时但是画的因为眼线画的很浓会很难受啊 一定要睁着眼睛唱的 其实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无论是红略带有微电音曲风 或者是爱为你出发深情款款的抒情情歌 都被这个阳光向上的大男孩完美诠释 帅到爆表 而最近忙碌到不行的横剑宇 在综艺节目方面也是人气节节身 接二连三的开始录制担任嘉宾 是不是真的有红的感觉了呢 就对我来讲 就上综艺啊什么的 其实是我的工作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 其实一直在电视上看啊 说这个演员或者这个明星好搞笑啊 上综艺好好玩 但其实自己上的时候觉得还挺难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get不到那个点的话 就会很冷场 我也在一点点锻炼吧 一点点进步嘛 至于说红的感觉倒是没有 因为我上综艺只是为了跟大家开心的玩耍 就是立志想做一个演员 想做一个歌手 所以说以后的工作重心 会去演戏 然后多积累自己的作品 然后让自己在演员的路跟歌手的路走得更远一点 综艺的话如果有合适的话会去上 这是也要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啊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